下一位是 你们如果看过Zone的话 她可能是我们Zone上的明星 就是我们的金牌讲师 也是曾经的舞蹈冠军 我们的Lina总裁 Hello 亲爱的杰斯佳燃 大家晚上好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的CE总裁 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我本来想躲在角落里 不要被她发现的 因为我们还有绿宝石总裁也还没有出来 在哪里啊 对啊 然后在地铁的后面分享是很 是很怎么讲 很有压力 因为她分享太好了 其实她刚刚讲不会开口我就更不会开口了 因为我曾经在乱季我分享过 我为什么会去跳舞 我是中国国家队以前的 中国国家队的职业拉丁舞的冠军 成绩非常的非常的辉煌 就是为国家队有很多很好的成绩 我为什么会去跳舞 是因为我不敢跟人讲话 就是我十岁的时候妈妈问我说 你是要读书还是跳舞 我说要不要跟人讲话 她说不用 所以后来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事了舞蹈 所以我的艺术的世界里是很很孤单的 因为就是说自己去训练 然后我来到杰斯的话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的故事 就是几个手好不好 OK 其实如果我还在我的圈子里 我是不可能说我看懂这个机会 我来的不可能 因为我其实就是艺术家 就是很孤方自赏很骄傲的 那是因为 C总裁也讲我 他说我是很直不会拍马屁那种人 OK 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因为我先生 他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检查 就是身体的时候 结果就被医生留在那边五六个小时 后来把我拉到房间 就说他是Cancer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儿子才刚刚十个月 然后呢 我已经没有 已经退役了 也没有去教舞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在家带小孩的妈妈 所以而且呢 我先生我在这里公开给你们讲 我先生比我大25岁 所以如果你们有女儿 应该理解得了 你怎么可能把你女儿 嫁给一个这么大的男人 所以我跟我父母三年不见面 为了跟他结婚 然后十个月的孩子 爸爸的癌症 而且是结肠癌末期 扩展到全身淋巴 所以当时我 呃 根本不敢跟父母讲 就是一个人扛着 但是我扛不过去 所以我呼求我的神 因为我是15岁 信上帝 然后我就哭着 把我先生送回家 就哭着去教会 然后牧师就安慰我 就给我拥抱 然后就说他说 他说他一定会好的 所以我就带着这样一个信心回家 但是还是没有用啊 还是要治疗啊 医生说要化疗 所以呢 一化疗 哇 头发掉 然后吃不下饭 就是整个人就贪了 然后怎么办 我们家的顶梁柱 没有收入 然后也照顾不了家庭 所以我这时候 一下子就快崩溃了 然后就是很感恩 就是在教会的姊妹 介绍我们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就非常简单 就几分钟就相信就买了产品 那也是感谢上帝 就是你都不知道 你半年以后 一年以后你的人生 会有什么样的际遇和变化 那我先生就很乖 就吃吃吃 他把整个化疗 全部坚持过去 然后八个月以后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 他的身体 所以所有的癌症全没有 我一看 其实我当时真的是 被CE总裁非常感动 因为第一个 我们是主内的姐妹 我特别渴望 我未来的一个事业 是跟我的神有链接的 因为我希望 我所做的事情 是被神喜悦 然后也能够去荣耀他 所以我很感恩 我来到杰斯 我在会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教会 就这种感觉 因为他就感觉 在上面一边讲事业的时候 他也一边讲福音 我就很爽心 所以第一个就有好印象 然后第二个呢 就老听上面有人分享 就像今天这样 其实上来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虽然以前我也在几千个人 前面去跳舞 但是呢我的老师也告诉我 你如果肾上腺素不激动的话 这场舞就跳不好 所以我想刚刚每个人 大概都会激动 我也现在很激动 但是我就觉得杰斯 每一个上去分享的人 你们有不同的背景 我在那边躲在那边 我觉得很受益的 因为你们有的我没有 可能我有的你们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补的平台 而且是一个 一个就是做团队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做肢体的搭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我看到我再强 也不是完美的人 每个人都有弱点有强项 所以在杰斯 我特别爱就是 你付出你的最棒的方面 然后跟你的团队去合作 然后呢这个圈子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就是包容了全世界 因为以前我在我的圈 只是舞蹈 从来没有看到过 有医生 有律师有会计师 有各种各样的什么 每个行业的精英 然后分享他们的人生的经历 哇 我觉得超级棒 然后就是不断的在提升 成长改变自己 然后呢 把自己那个小小的能量 慢慢提升成一个 可以称为一个生意人的一个角色 然后用自己的能量 再去吸引到对的人 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 我爱杰斯 永远爱 然后坚持做这个事情 直到成功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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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